德鲁艾莱博士认为 它能让风力吹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只要透过一个古老的形状增压 那就是漏斗 基本上它透过大横断面的这端汲取风 然后将风集中至小的这一端 就这样风速增加了 但漏斗可以增强多少风力 这问题太诱人了 于是德鲁把装置雏形装在车上测试 即使这样做可能会让它被捕 我装好后就担心会被林简 因为它太像飞弹发射装置了 德鲁以时速25英里驾驶 穿过这个漏斗装置的风 时速则是50英里 多了一倍 试验结果吸引到投资人 德鲁因而建了第一座实际大小的设备 喇叭状漏斗底部的小风车 就连时速低至1英里的风力都能产生电能 德鲁的装置叫Invalox 现在一切都设计好了 但它还得把装置卖出去 好在它已经列出第一位顾客 客户是大自然保护协会 它们在仪式独立的巴美拉环礁上 和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 共管一个研究站 同时也是野生动物庇护所 距离它们最近的电网 也有一千英里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咱们